大家好,我是沖神 歡迎收看沖先生的頻道 錄這段影片的時候是2022年11月28日 近日中國內地有連串的示威活動 香港亦都突然對內地人關心起來 我今天不是評論市民的訴求對還是不對 表面的東西,我相信大家看到的東西一定比我多 因為所有媒體都爭相報導 但是我收到的內容 媒體可能不一定會報導 大家不妨冷靜地看一看 尤其以下的內容對絕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都非常熟悉 首先Telegram的群組截圖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平民百姓的群組有這樣的動員力 可以動員到這個陣營的外媒記者和反中人士 再去煽動大家衝擊公安局 市民有什麼訴求要去衝擊公安局 再煽動大家自己去買一些大白的防護服和武器去保護自己 這句說話一出 基本上就寵木皆兵 亦都立即流出有大白虐待動物的影片 旁邊有人拍攝 示威活動亦都有在廣州發生 但是幸好 廣州的朋友基本上 親歷2019年的香港事件 大家都有能力去識別事實 甚至有網友直接去罵他們 更加傳出 有一部分人是有錢收的 他們還發現了不少藝端 例如去成都的人不懂成都話 去廣州的人不懂廣東話 號召海珠區的人去海珠廣場 又不知道海珠廣場不在海珠區 在現場還有朋友指出 有不少外國人士 混入了示威人群的中間 靜靜地觀察情況 新聞也有報導 全國示威現場 多處都有外國人被捕 理智的聲音也有 有人問 為何外國人要混入示威人群裏 為何新疆的示威 是唱國歌舉國旗 上海的示威 是叫執政黨下台 雖然我知道 有很多內地的朋友都是理智 但根據以上的種種證據 還希望大家可以理性思考 國家出現問題 需要解決問題是必須的 但有些人想利用問題去解決國家 便其心可諸 我很清楚這段影片的流量會如何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分享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